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运行近两年时间,中国这台原子中的精度非常高,3000万年误差小于一秒,是人类目前在太空运行的时间计量仪器的最高标准,美国的色中精度大约为2000万年误差一秒,可见我国的这台冷,原子中精度之高,生叫做冷原子中呢? 冷原子中是指利用激光将原子的温度降低至绝对零度附近,这样的温度下,原子活跃程度就非常的低,其能及月迁频率,将更少的受到外界干扰,从而可以实现更精确的服务,怎么理解这个冷原子中呢? 打个比方,就像是好几个人每人手中拿一根台球杆,然后使用这么多台球杆去戳一颗台球,这颗台球的在这么多杆的共同作用下,受到四面八方的压力,最终被大家摁倒原地,不再动弹,在冷原子中上,激光就是台球杆,四面八方射来的激光将这颗原子团团围住, 最终将其固定在原地不动,即,激光可以精确地传递动量给原子,但是逆的原子运动方向对原子进行制动,当以极高频率四面八方制动原子时,原子将几乎不再产生任何运动,这个时候温度也就降到了绝对零度,这就是冷原子中的原理,我国将这台冷原子中搬到了太空中更具有意义,其不仅可以对基本物理原理进行验证事件, 还可以辅助我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,提供更高精度的导航服务,我们都知道,导航性能好不好,最关键的是看精度,精度越高,导航的效果越好,目前来讲,新在原子中的精度是制约卫星导航系统,精度的主要因素之一,另一个制约因素就是新的信号同步比对过程,当卫星计时期的误差,每天超过千分之一秒时,我们赖以生存, 我们赖以生存的导航定位,电网并网发电,金融系统安全,交通管理,将会陷入一片混乱,因此,对于现代以及未来,时间精度将是无可替代的战略资源,正因如此,全球才在时间计量领域,投入了大批的力量进行研发, 我国也同样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研发,专门用于原子中的研发,我国的冷原子中目前被安置在天宫二号里,其不仅能够自身维持极高的时间进度,还可以在太空无大气和电离层多变状态影响的情况下, 无误差地通过新链传输,对我国的北斗导航卫星,进行时间信号传递和校准,使得北斗的导航精度又上升到新的量级,这台原子中由中科院上海光基所研制而成,实现了人类首次冷原子中的载轨稳定运行。 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原子物理学家斯蒂芬席勒勒,对中国取得这一教人成绩给出了高度评价,他说,随着实验的成功,中国在偏激冷原子传感器的研究,走在了世界的最前沿,新的成就意味着新的起,点,中国的原子中事业,又踏上了新的征程,担负起为世界精确报时的义务,历任张扬尊重内容,从尊重作者开始, 转转、合作请私信联系我们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